中山路上转角 一间服饰店的招牌 写着阿赌物 这是什么意思 路过民众议论纷纷 有人猜了半天直接投降 也有人从字面去推敲 大家乱猜一通 没有人答对 国文老师解释 阿赌物正确的写法跟念法 是阿赌物 他出自南宋 是说新语当中的诗词 意思是说西晋大臣王衍 业务妻子贪婪污浊 他从不谈钱 妻子想试探 就叫卑女在王衍的床 周围放满钱 王衍起床看到一堆钱 就叫卑女把钱拿开 所以阿赌物指的就是钱 阿赌本身就是这个的意思 物是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把它拿开 他是觉得讲钱 他会污秽了自己的嘴巴 另外园里有牛肉面店 娃娃机等店家 一次挂出一整排红布条 就像对话一样 没什么就想挂个红 隔壁说要红 那就一起红 要红就来啊 我不管 人家也要挂一个 还有老板把丑物喵心人 写件布条 生意也跟着变好 过光率就变比较多 主要是人家是为了他 店家奇特招牌引人好奇发酵 就是为了让你多看他一眼 我是幸福黄主 杨宗宇 谢谢综艺 彰化报道 哈喽 我是易锦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